补数就是两数相加 两数相加之后要敬畏 等于某数这句话好像有点语病 应该是说敬畏字知道了 比如说使敬畏 使敬畏好了 两数相加要敬畏 那这两个数字就是使敬畏他的补数 比如说使敬畏里面呢 三加七要敬畏嘛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七呢 它跟三 七是三的十补数 十敬畏补数 这样听得懂吗 如果说以十敬畏来讲的话 三它的十补数就是七 三加七会敬畏嘛 对不对 听得懂吗 那二敬畏呢 二敬畏零的补数呢 二敬畏的话 四敬畏 四敬畏是零 一二三嘛 对不对 三的补数是多少 一啊 因为三加一要敬畏嘛 所以三 以四敬畏来讲 三的补数就是一 因为三加会变成四 逢四要敬畏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两数相加 要敬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十一页 补数的这个运算有两种 一种是N补数 一种是N-E补数 因为N补数 同学比较不熟悉 十敬畏没问题 那如果说是换成其他 敬畏质的话 容易错 像刚刚这一个 可能你没有办法 一下子马上反应过来 那我们会 希望同学用 N-E补数的方式 先算 算出来之后 再去算N补数 你把N-E补数 算出来之后的结果 再加一 就是N补数了 好 你看一下 他说如果N等于十 意思就是 他是十敬畏的意思 十敬畏的意思 他要你去求 五六七八的九补数 他要你算N-E补数 那他要算 五六七八的九补数 五六七八是四位数 对不对 你五六七八 要加哪一个数字 他会变成五位数 现在是十敬畏 五六七八要加多少 会变成一零零零零 你是要用一万 去减掉五六七八 对不对 减出来的那个值 就是他的十补数 但是十敬畏我们熟悉 如果说我问你 假设N是等于六 然后呢 我要麻烦你帮我算 1234他的N补数 跟N-1的补数 你会不会算 就可能会停住了 好那你可以先算 N-1补数 N等于十的话 表示说他是十敬畏 那N-1是不是等于九 你用9999 去减掉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是四位数 你就用四个九 去减掉五六七八 答案是四三二一 这个就是 五六七八 他的N-1补数 这样听得懂吗 好那你把四三二一再加上1 看一下十二页 你把四三二一再加上1 变成四三二二 所以这个四三二二就是五六七八 他的十补数 对吧 五六七八加上四三二二 是会变成一万 没有错吗 好那你看一下下面的第二题 如果N等于九 表示说他是九敬畏 那我要算五六七八 他的九补数 你要怎么算 九敬畏 不是十敬畏 逢九要敬畏 这边你要给一 对不对 八加一会变成九 他会敬畏 对不对 那这边要给多少 这边要上面加下面要得到八 为什么 因为你待会这个八加一 变成九要敬畏 这边会变成再加一 七加一再加一 就变成九 还是要敬畏 那这里呢 二 这边呢 三 三二一一 如果说你不要用算的你 凭你的感觉去算的话 三二一一是五六七八 他的九补数 为什么 因为这边你把它相加 八加一是九 九敬畏 逢九敬畏 这边要敬畏 对不对 七加一 一加一是九 逢九敬畏 六加一加二还是九 五加一加三还是九 再敬畏就变成一 零零零零啊 可是这个你容易错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十敬畏 他也可能考你八敬畏 六敬畏啊 所以呢 你看一下十二页范例二 你可以先算n减一 n等于九的话 n减一是不是等于八 然后呢 五六七八它是四位数 你就用八八八八四个八去减掉 五六七八 答案是三二一零 三二一零就是五六七八的n减一 一补数 可以吗 好那你把n减一补数的词 三二一零再加一 三二一一就是五六七八 它的九补数了 可以吧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算一个二进位 它的一补数 你就把它零一呼唤就好了 因为一补数代表逢一进位嘛 只要两个是一就进位了嘛 是不是零就变一 一就变零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二进位整数表示法 这边的二进位整数表示法 是针对二进位的值 二进位的值 那一个数字的表示法 它有分三种 这边有三种 就是有牵扯到正负号 正负号 有三种表示法 第一个是符号大小表示法 这边麻烦你把它画一下线 在我二进位的这个数字 你把一个十进位的数字 转成二进位之后 左边最左边给一个符号位元 第二行你把它画一下线 正的以零表示 负数则以一表示 所以呢你看一下 十三十进位 它的这个符号大小表示法 先把十三转成二进位 1101 假设这个你会转 1101 那因为十三它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呢你要在左边 再给一个符号位元给零 那如果说是负十三的话 你就给一 我这边我用出体字来表示 有没有 代表说符号位元 代表你原来的这个指是正的 或者是负的 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是 00跟10 它分别代表正0跟负0 有没有 十进位的0写成二进位还是0 那可能会有你会看到00 或者是以0这两种字 但是0没有正负号 所以这个符号大小表示法比较少用 第二个 13页 一补数表示法 二进位一补数表示法 如果说你原先的指是正的 那这边的表示法 这三种表示法的答案都一样 原先的指如果是正 比如说我的指是正13 那么它的符号大小表示法 是不是01101 在13页上面那边的翻例 正13是01101 那符号大小表示法的话是 最左边的符号会员给0 -13的话是给1 对不对 变成11101 是不是 那这里麻烦你把它画一下线 13页的第二行后面出体字 若述持为负的 则对该负数对应的正数取一补数 什么意思 原来正13 13的话是1101 那如果说是正13的话 这边是符号会员是给0 对不对 负的话呢 符号会员是给1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的表示法是 这个二进位的一补数表示法的话 你就把它原先正的这个数字 01互换 把这边的01互换就是它的一补数表示法 01互换会变成10010 有没有 1001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原先对应正数 正13 01101取一补数 也就是01互换 编成10010 那二进位补数表示法就是把 刚刚这个词 上面这个词再加1 二进位补数表示法的话 就是把上面这个词再加1 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候你加1它会进位 有时候加1的话会进位 答案是10011 看得懂吗 可以 下次要记得要戴宝的这个衬衫外套来 冬天还是这种温度 甚至会更凉 好那下面这边有个范例 13页下面有个范例 请以7个bit 7个bit就是7个0或1的排列组合 来表示10进位的-60 那你要怎么去做 因为他没有跟你讲说要用哪一种表示法 所以三种你都要写出来 不要被人家抓到把柄 你可以先把60先转成二进位 会转吧 1248163264 不可能去64 一定是32 对不对 32再加16 32加16呢 多少 48 48再加8 56再加4就是60 好那因为它是负的 所以呢 符号大小表示法 你最左边 10进位的60转成二进位是11100 对不对 1111100 那-60的话 你的这个符号位远 它的这个最左边的位远是给1嘛 所以说你会得到五个1 那一补数表示法 是把正6001互换哦 所以说你要把正60 011110001互换 会变成100011 对不对 再来二补数 你要把一补数 100011再把它加1 这边你会进位 100011 四个零 没有错吧 这个是一补数 那二补数是把一补数的指再加1 这边1加1会变成2 逢2要进位 1加1变成2 逢2要进位 会变成这个样子 100100100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哦 好 接下来翻到14页 14页 这边有个二进位整数表示法 的这个 它可以表示的尺的范围 这个过去考试 出过好几次 假设 假设 假设我的资料呢 可 这个 它说 计算机的资料 以N个位远来表示的话 比如说 这个八个位远 假设2 这个N等于8好了 四个位远的话 就是4嘛 对不对 四个位远 它可以 它有几种表示法 是不是2的四次方 两个位远 两个位远的话 是不是 两个位远的话 有2的平方嘛 那就是四个表示法 就是001 1011嘛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吧 就是两个bit 0跟lita的排列组合 有几种了 好 那 用我们刚刚讲 这三种表示法 它可以表示的 这个值的范围 符号大小 跟e补数表示法 分别是 这个早先 早期 如果说是 你现在是 两三年前的学生 我就会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好 那现在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记 负2的n减1 次方减1到 正的2的n减1 次方减1 假设n是等于3 好 那它可以表示的方法 可以表示的数字是 负2的平方 2的n减1嘛 假设n等于3的话 好 n等于3 是不是2的8次 2的3次方就等于8 对不对 负2的n减1 就是2的平方 减1 2的平方是多少 4 4减1呢 3 负3到 正3 也就是符号大小表示法 跟e补数表示法 它的范围就是 正负3 假设n是等于3的话 如果n等于3的话 好 2的3次方等于8 表示说 我可以表示8种数字嘛 对不对 那这个符号大小表示法 跟这个一补数表示法 它可以表示的值范围是 2的n减1 减1 一直到 2的n减1 减1 也就是 负3到正3 其中会有 正负0 总共有8个数字啊 它会有 正负0 负3 负2 负1 负0 正0 123 那2 净位 那个2的补数表示法 打购一下 它比较特别 2补数表示法 它没有 正负0 0 视为正的 所以它的范围是 负2的n减1次方 到2的n减1次方 减1 2的n减1是多少 假设n是等于3的话 是不是 2的平方 所以说它是 负4到正3 负的是 负4 负3 负2 负1 那正的话是 0123 还是8个数字嘛 你可以假设 n等于3的话 过去曾经 要你写出来 比如说 假设n等于8 那它可以表示的范围 从哪里到哪里 那n也可能会给你 一个很大的数字 你不用把它算出来 你可以把它带进去 n用它给你的数字 比如说n等于10 你就写 负2的10减1 或是负2的9减1 到正的2的 这个9减1 如果说你真的冷得受不了的话 你可以待会下课去 跟他们讲一下 看看冷气 我们后面也可以自己调 但是我们这边的冷气 是你把它调 稍微不要那么凉化 可能待会就有同学会想睡觉了 接下来我们看15页 15页 科学记号 科学记号呢 它是一个这个 指的一个表示方法 那么这个科学记号 就是它的整数部分 只留一位 整数部分 只留一位 你看一下这边的范例 782300 可以写成7.823 乘以10的5次方 0.0.012可以写成1.2乘以10的负4次方 这个没问题吧 可以啦 好 那你看一下下面这里 7.823乘以10的5次方 那个823叫做尾数 你把它画个线 英文要记一下 英文要记一下 5称为指数 exponent 那再来 我们在电脑里面呢 你在输出的时候 你在写程式 你在输出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下面这种输出的方式 大1跟小1 字母的1 大1是10的正的次方 小1是10的负次方 7.823 115 后面你可以把它写下 就是7.823乘以10的5次方 1.2小1 然后减4 就是1.2乘以10的负次方 的意思 这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它的输出 有时候你会看到 这种输出的方式 那接下来 这个浮点数表示法 要小心 要小心 第一行你把它画个线 它跟上面的这个科学记号类似 但是呢 它是二进位 二进位 浮点数表示法 也就是你要先把十进位 转成二进位之后 再来你把你的整数部分 只留一位 这个就是浮点数表示法 下面这边有几个方例 应该同学应该看得懂才对 没问题吧 这边纸比较大 好 翻到16页 正规划 正规划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整数部分是一点多少 例如62.75 这个是二进位 这是十进位 那我把它转成二进位 变成五个1 点11 再来 这个是我把它转成二进位 因为我要使用它的这个浮点数表示法 那接下来正规划就是 我的整数部分只留一位 就会变成1.1111011 乘以二的五次方 小数点往左是正的往右是负的 到这边 可以吗 接下来 IEEE754标准这个 够一下 够一下 考试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 定义它自己的格式 但是 跟这边的这个标准 差不了多少 可能就是它的这个 格式的长度 它会用它自己定义的方式 像今年的高补考 就有一提这个 不过好像是在 忘记是哪一个考课 来同学看一下 这个IEEE754 这个表示法 它有分两种 单倍精确跟双倍精确 它的表示 表示法差别在于它的表示的长度 一个是32个位元 32个bit 一个是64个bit 比较会考32个bit 比较会考32个bit 那我刚刚讲考试可能会有它制定的格式 比如说符号位元给一个 指数给五个 尾数给十个 因为如果说它是照这样子的话 它后面总共会有32个位元 那这个改题老师 他要去算 有时候可能考虑到这样子 他会定义他自己的格式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表示法 这是一个业界标准 i3PO1754它是一个标准 那我们来看一下单倍精确 符号位元给一个 那个1就是符号位元用一个bit 跟我们刚刚讲那个符号大小表示法 是类似 指数给八个位元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 一点多少乘以2的5之方 那个5就是指数 有没有 那再来尾数就是小数点 后方的那一段 它要用23个bit来表示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里 167这边有个范例 下面那个2加127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数部分 你把它写一下好了 指数 因为指数部分它要八个位元 八个位元 那你就是把你算出来的那个次方 比如说我们刚刚算出来 是2的5次方 有没有 它的指数是不是5 你把5加上127 5加上127是132 你再把10进位的132 转成二进位 就可以得到它的指数了 这样听得懂吗 如果说我给你一个数字 然后你把它 你把它转成这个浮点书表示法之后 假设是这个样子 1.01001乘以2的5次方 这个是它的指数 这个是它的指数 那么你要把5取出来 加上127 这是固定的 得到132 好那你再把132 这个是10进位 你再把它转成2进位 这样听得懂吗 你的指数部分就算出来的 指数部分就算出来 但是你要小心 有时候你这边是负的啊 比如说这边是 这边假设是负8次方 你这边会变成负8 加上127 会变成119 对不对 那119你转成2 因为它可能没有8位数 你这边你要补0 让它总共 它的长度有8个bit 这是规定 规定 来我们看一下17页上面的范例 正的 正的那个正的 表示说它的符号 会员要给0 对不对 再来43.125 它的IEEE754 表示法会是多少 第一个 你要先把43.125 转成2进位 会转吧 这是第一个 你要先完成 你要先完成这一步 好 那假设你转完毕了 第二个 你要做正规化 对不对 整数部分只留一位嘛 要变成 1.0101 1001 乘以2的5次方 好 你的指数部分 跟你的尾数 跟符号会员都有了 所以说可以开始来写 好 你知道的部分了 因为它原先的数字是正的嘛 所以说符号会员是0 把它画一下线 17页的第四行 该数为正数 正的43 所以符号会员给0 第一个数字已经出来了 符号会员已经知道了 那再来 它的指数部分 指数是多少 这边是2的5次方嘛 你把5加上127 变成132 那要把它转成2进位 转成2进位是 10000100 那这边同学 你要注意一下 你转成2进位之后 假设它是7个bit 你左边要补0 让它变成8个bit 如果说它是6个bit 左边就补2个0 一定要固定8个bit 这样子我可以反推 我可以给你一个 I3E754的一个 这个单倍精确度 一个值 然后你可以去反推 它原先的始进位 的指是多少 那这个指数部分 知道之后 你就把它写出来 因为第一个bit 符号会员 你可以把下面那个答案 你可以自己画线 把它框起来 第一个符号会员是0 然后第二个5加127 是132 132始进位转成 二进位是10000 对不对 符号会员知道了 然后它的指数部分是 1000 100对不对 1234 100 这个是它的指数 对不对 然后四个0 再100 然后它的尾数呢 尾数就是你把它 转成二进位之后 小数点 后面不是一个点 0101 1001吗 它的尾数 小数部分是 0101 1001 对不对 如果说我没有 看错的话 它的小数部分是 0101 1001 可是这里只有几个位员 12345678 这边只有8个bit 它的尾数要23个bit 也就是这边你要再把它补15个0 让它变成23个bit 后面要补15个0 也就是它的长度一定是32个位员 有没有问题 回去啊 可以自己练习 做看看 做看看 那这个部分啊 你今天听完之后啊 可能明天就忘了不少 说不定待会回家的时候 骑摩托车 路况不是很好 我回去就忘记了 这样我会被检举 那么老师说我们路况不好 我现在在台北上课 那下面这边呢 2345都是一些范例 你可以做看看 你可以做看看 接下来 翻到18页 18页的上面那个 i311754单倍精确度的 这个范围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不用去记 因为我们高普考同学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重要的干嘛放 放了我就要记 参考一下啦 有些东西不是说放上去 你一定要全部都收不一定了 你自己决定嘛 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 有些同学是可能去年底 或者说今年初开始准备 有些同学是现在才开始要准备 那不一样啊 每个人的这个起跑点不太一样 再来我们看一下资料编码 资料编码 编码的话它有分文字码跟数字码 那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资料交换的时候 因为有不同的这个语言 不同的语系 不同的区域 我们在透过网络啦 透过这个储存设备 做资料交换的时候 为了节省减少这种编码不一致 所以说呢 会把资料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编码 那有分文字码跟数字码 考试的话呢 会过去会考你数字码 好那常见的数字码 这些都是比较早期的 比较早期的 BCD加3码 还有个84-2-1码 数字码比较单纯 因为数字这边就是把实境位的零到九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储存而已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 针对实境位的零到九 给它另外一种储存的方式 好那BCD码呢 第一行你把它画个线 用四个位元为一组 那请教同学 四个位元的排列组合有几种 16种对不对 2的4次方是16种 可是实境位只有零到九 所以说呢 是不是有六个编码是没有用到的吗 零到九有十个数字吗 好那你看一下 18页下面这个表格 它其实就是把实境位的零到九 转成二境位 然后用四个位元来表示而已 好这个叫做BCD码 好很单纯的 好你看一下19页 上面它叫你写出2607 它的BCD码 你就把这个 因为它现在我们这个编码 就是把实境位转二境位嘛 然后每一个实境位的数字 用四个位元的二境位来表示嘛 所以第一个2 实境位的2写成二境位是不是10 那左边就补00嘛 然后它变成四个位元嘛 6的话是110 再补一个0就是0110 这样看得懂吧 那过去的考试 比较不会考这种题目 这种直接的 它都会考 间接的 直接的不太会考你 比如说我给你这样子 可能会这样子考你 或者是给你一个8境位 或者是给你一个16境位的值 叫你写出它的BCD码 好 那BCD码就是你要先把它转成实境位嘛 对不对 也就是你要把1101 011先转成实境位 转成实境位之后 假设它是三位数 你再把三位数的每一个值 转成二境位值就可以了 好 或者是它也可能 可能给你 比如说这个167 然后下标8 这样你写出它的BCD码 好 你就把它转成实境位 再看一下它实境位的数字 转成二境位是多少就可以 好 那其实二境位转BCD 别那么麻烦 好 接下来 加三码 加三码就是把BCD编码的每一个值 加三 加三码 BCD是从把实境位的0到9 用二境位 四个位置的二境位来表示 那也就是你把实境位的0到9 每一个数字加三 它会变成从哪里到哪里 三到十二 也就是你要把三到十二 分别转成四个位元的二境位的意思 实境位的0 它的加三码 实际就是把三转成二境位 是不是0011 实境位的9 它的加三码 你先把9加三码 变成12 12转成四个位元的二境位是100 就可以得到它的加三码的值 好 你看一下1011 010 这个二境位的只要转成加三码 它的答案是 你可以先把它转成十境位 会变成90 那9的 你可以把9先加三 对不对 变成12 12转成四境位 是不是100 那再来那个0加3会变成3 转成二境位是0011 你再把这两个码并在一起 就是答案的 可以吗 好 接下来84-2-1 84-2-1 就是你去拼凑 看它的那个数字 可以取84-2-1的哪几个去拼凑出来 就可以得到那个数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页的 它要你把十境位的5 它的84-2-1编码写出来 5会等于多少 84-2-1是8加 4-2加-1 对不对 8加4加4加4 又得到5 所以说那个8有取 4-2-1各取一个 4不取 对不对 它的系数 你把系数取出来 就是1011 可以吧 那76 你要把7跟6拆开 你不要写76 76你可能 你会不知道怎么去转 7跟6分别把它的84-2-1 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7的话是8加-1 所以说是1001 对不对 那么6呢 6的话是8加-2 对不对 8加-2 那就是1010 当然就是1001 101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文字码 刚刚讲那个是数字码 BCD加3码 84-2-1 那早期还有一些比较常考的 但是之后五六年来都没有出现过 我就把它拿掉了 文字码的话是把字母大小写A到Z 一般这边我们是针对这个美式键盘 大小写A到Z 那还有特殊符号 用其他的方式来储存 这个叫文字码 我们这边讲的是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大小写A到Z 数字0到9 还有特殊符号 用另外一种编码方式来储存 这个叫做文字码 那这边有一个编码叫做ASCII ASCII ASCII 美国标准资料交换码 它是用七个位远来表示 二的七字方是128 键盘够了你的键盘按键没有这么多 从大小写A到Z数字0到9 还有特殊符号加起来没有128 这么多个 所以说已经够了 那同学你看一下21页 我这边我有写在20页的最下面这边 建立同学将数字的0 大小写的A 它的ASCII码记下来 也就是你看到字母0 实际上它的ASCII码是48 在21页上面那边 有没有符号0 0到9你可以输入数字 也可以输入文字 实境位48 记下来 然后大写的A 它的ASCII码 就是它对应到的这个实境位的值是65 听得懂吗 比如说我的电脑 我现在有传了一个文字 A0多少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码 A0 台北的 男生是1 女生是2 还是女生 2 男生是1 男生是1 女生呢 D 2 2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码是这样子 假设 那么电脑它在传的时候 大A它的ASCII码是65 我们刚刚讲过字元 字元等0 键盘你按的 如果说不是数字 而是字元等0 它的ASCII是48 1就是49 2就是50 它传送出去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ASCII就是65 50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ASCII它是统一的 所以说 对方接受到这个A0 接受到65 50 它就会去反推你传给它的是字母大A A 然后0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大A 然后2 接下来21页后面呢 有几个练习题 同学可以做看看好不好 好 那我们第一个小单元这个数字系统跟编码就跟同学分享到这里 回去 回去可以把比较早期的这个考古题拿出来做一下 每个礼拜做一点点慢慢的你就越做越多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3页 城市语言 城市设计 那城市设计我这边是用西语言来跟同学做分享 如果说你是考资讯类组的同学会上城市课程 应该这边对你来讲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说是统计类组的同学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 因为在这几年 城市的提醒出现的几率就是比较少 如果说你觉得你准备城市这块是很吃力的话 你自己斟酌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23页 城市语言的这个分类有分五代 第一代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只有电脑可以直接执行的 不需要经过翻译的 触体字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代组合语言 同学你这边你把它写一下 就画一下线 第二代组合语言的最后一句话 机器语言的话就是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只有二进位零跟一 那你要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令 你要输入 你要输入的这个资料蛮多的 可是因为它是机器语言 所以说电脑可以直接去执行 不需要经过翻译 组合语言的话是把我们在机器语言里面 比较常用到的一些运算 例如比如说相加相减 用类似这个英文的这个ADD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英文字母去做组合 那你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可以简短一些程式嘛 那因为你去定义的这些字母 比如说ADD 我说ADD它代表的动作是什么 你就必须要跟这个电脑讲这个ADD代表什么 所以说你用组合语言写出来的这个程式嘛 要经过一个主意器 有点类似这种翻译一样 那第二代组合语言最后一句话可以画个线 即器语言跟组合语言合称为低阶语言 低阶语言 那低阶语言是撰写比较费时 那电脑执行的速度比较快 到了第三代画个线 称为高阶语言 像西语言或者是Java 或者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个Python 它都是高阶语言 那高阶语言它的写法就比较像是你在写英文句子一样 比较类似 翻到24页 第四代跟第五代 第四代是问题导向 我们后面呢会讲到资料库 有一个SQL这个语言 它就是属于第四代的语言 那再来第五代自然语言 也称为人工智慧语言 自然语言这个可能在后面 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 我刚刚有写嘛 黑板上我有列出来 四到五个大方向 其他的像这种自然语言 我觉得啦在未来在这几年考试 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题目 那至于怎么问这个不清楚 它可能会往人工智慧 或是往这种机器学习 或是往比较一些偏向 这几年比较热门的人工智慧 自动驾驶啦 智能管理这些 或是自动化工厂 这方面的方向去做出题 那自然语言它要处理的东西 有比较多 像图形辨识啦 声音辨识啦 例如这个Siri 有没有 iPhone不是要出新的手机的吗 对不对 回去可以跟妈妈商量一下 老妈我上课 上课我要录音 回来要参加国家考试 我要录音 我现在我的手机设备不太好 录音的音质不是很好 这样听起来 可能会影响我的成绩 是不是要考虑投资一下儿子 帮我买一下iPhone12 记忆体要多一点 这样子我可以从上课 一直录到下课结束 我回来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跟妈妈商量一下 反正考试是明年的事情 iPhone拿到再说 不要说我教你的 那再来其他的程式语言 像这个标签语言 或者是标注语言 同学有听过HTML HTML 就是我们在写网页的这个语言 或者是另外一个脚本语言 这些语言比较特别是说 标签语言也好 或者是脚本语言也好 这些语言写完毕之后呢 它不需要经过编译 它可以马上 你要执行的时候 马上直接去执行 马上去执译 直接翻译 你写的好像都集袭翻译一样 那一般是透过浏览器 透过浏览器 像IE 或者是Google Chrome 这种浏览器 直接来执行 你写好的这个语言 像这个标注语言的HTML 或是脚本语言的JavaScript 早期还有微软的VBScript 这些程式语言写完毕之后 要执行 可以直接在浏览器 马上去翻译 马上去执行 但是前面的这个高阶语言 你要先经过编译 编译之后 他要检查你的程式的语法 对不对 编译通过才可以去执行